所以反正你们就是把录制聚集录制完之后 然后自行再把一些注解加上去 所以注解的最后的结果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云端上面这些地方所做的动作 其实大体上我这个是已经有加上注解的 至于上面的注解要打什么内容 不见得要完全一样 因为这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反正以你自己看得懂为原则 以后慢慢录久了之后你会发现 好像越来越熟悉 里面用来用去不外乎就是许词 工作表不外乎就是range range可以指的是一个工作 一个储存格也可以指一个范围 然后danslator就是它的方法 就是要有没有放在上面的动作 因为录制聚集有个缺点 就是它其实是模拟滑鼠键盘的动作 但有的时候那个动作不见得是需要那么多次 我们其实没有需要 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我希望用VBA来撰写的话 其实我写完之后大概可以写成你们比较熟悉的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上面这个范围是什么 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去 后面这两行这一行是筛选 这一行是复制贴上 所以你会复制贴上就一行就搞定了 OK这还蛮好用的 就是以后的话如果你要合并多工作表 其实真的就一个回圈加一行程式 全部的资料就合并成功了 真的没有很困难 只是说你要知道该会撰写 我大概试一下 我会看一下 首先的话这个按下去 当然最后结果也会是跟刚刚是一样的 这个回圈跑的过程当中 你甚至也可以加一个表单 就是那个状态条 它会跳出来 只是说那个要设计个表单 然后慢慢慢慢去让它看起来 有那个效果出现 首先的话这个程式会撰写 其实我们第一个 以前是有写过 就是说那个回圈部分 所以我大概分开来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产生一个sub OK 它这个sub的话 先写那个回圈的部分好了 回圈的话我想应该 各位都写过 for i 等于多少 当然你就先切到 这查询名单 按一个tab 这边的话是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二列 到1000列 因为我刚好到1000 Enter两下打一个nets 那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把公式丢到b栏里面去 所以前面也写过 打一个什么sales 刮壶把公式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 其实就等同刚刚做的那个动作 然后第i列的b栏 输入什么东西呢 等于双一号两个 这个前面有说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复制 取消一下 再贴到这边来 这个应该前面有写过吧 把什么呢 把这公式里面的2 改成i 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 这样就完成了 只是说将来 因为我们按按钮的地方是在这里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在储存格的前面 跟他讲什么呢 我这个储存格 将来不会是在我自己的这边 而是在这一边 是别人家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在前面 自己再加一个序字 就工作表的什么呢 工作表的那个 这个名称 序字哪一个序字 刮壶 当然你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输入1也可以 只是说如果位置会变动的话 那你可能用1有时候不太恰账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用什么 我用那个查询名单 后面记得加个点 意思是说 我这个储存格 会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一直往下到1000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去 那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好 那我知道这个动作之后的话 下一个动作就叫做筛选 所以筛选要怎么做 其实特别注意 筛选 其实呢 就是一个指令 在Range里面的一个指令 叫做Auto Filter 所以第一个以后如果你要用什么 用筛选的话 在BBA里面你只要跟他 第一个先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要从哪边帮我做筛选 筛选的范围 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筛选的范围 是从什么呢 从这个范围 OK 所以这边的话 等一下我刚刚写的 所以这边的话跟他讲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从A1 到哪里呢 到A的1000 然后后面点一下 你会发现Range物件有一个优点 跟Sales不一样 Sales如果刮糊 点下去不会出的 那Range就会 里面有一个叫Auto Filter 你就是打一个A 其实A大概就是Auto Au 有没有 大概就出来叫Auto 什么 Filter Auto Filter 这个的话就是筛选 也就是这个 我把它直接点两下 意思就是说 帮我根据这个范围做筛选 然后空一格之后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空一格他也会提示 提示的话 其实主要有1、2、3 1的话是哪一栏 Filter 哪一栏 OK 然后第2个 Criteria 1 指的就是说 你的条件是什么 然后operator是说 你要是联集还是交集 如果有联集交集 你还可以end或over OK 然后 Criteria 2 还可以加 不过我们这个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你写一个像填空题 Filter 哪一栏 我要针对是B栏 不过你不能打B 你要打第几栏的数字 2 OK 这样可以了 或者你打fils 冒号等于 也可以 不过其实打个2就可以了 逗点 第2个问题是说 那你要条件是什么 我的条件是1 所以 1是文字 好像是文字 所以记得 是文字还是数字 等于1 OK 所以你 这边条件的话 其实 它快贴 我是给这样1 不过其实前面这个是可以不用加 这个可以不用加没关系 这个不加 因为我们按照顺序给条件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就输入2 然后这边给一个1 然后保险几件 我先用这个试试看 1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就是完成筛选的动作 最后因为它也是跨工作表 所以记得在前面再加一个工作表名称 这个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做筛选 筛选第二栏里面条件是这个 好 最后如果筛选完毕之后的话 帮我把什么 把筛选的结果帮我copy过去 那怎么copy 特别注意 第三个你可能要再选一个 一样这个range 点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叫copy 帮我把筛选完的结果打一个copy 后面的话跟它讲说destination 意思就是说你要放哪里 那我将来要放哪里 我要放在查询结果的A1 跟它讲开头的地方就好 它自动会帮你把它call到那边往下延伸 所以将来你只要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range A1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的话把它结束掉 记得前面这个copy来源是另一个工作表 所以这个要必须加什么 查询名单的那个范围copy 那call到哪里呢 因为我将来按钮会在这边 所以如果按钮的位置 前面可以不用加哪个工作表 但如果你要加也可以 可能你要打什么 去此刮胡这个查询 应该有查询结果 点range A1 不过如果你游标 你的那个 按钮在这边的话 那是可以不用加 好 程式写完了 大概就写这样 其实虽然没几行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很重要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像 先来 先来跑跑看好了 执行一下 上面先清除 按一下它 那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基本上是跨工作表 OK 所以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这里面这些先删除 我们来看一下 跨工作表 所以这里面丢一下 有没有 它这个时候跑这个 第一个是输出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 跑第二个 怎么一十类推 所以它会全部跑完 这个我就不中断 让它全部跑完 这边先中断一下 那再来到这边的话 就是怎么样 帮我做筛选 所以这一行实际上就是筛选 Auto filter Range Auto filter 查询名单 Fills 该不会是这个条件 是一定要 方法错误 Auto filter 是蓝 Filter是蓝 条件 是应该没错 我看一下 Auto filter 是蓝 是蓝 条件 这应该没错 然后 筛选的结果 再帮我把筛选的结果 call过去 这个时候我可能 就不能切过来 它回来原来的地方 然后再让它跑 它就帮我把 刚刚那个范围 查到的结果call过来 看有没有call过来 F8 call过来 不过好像call 连A1也call过来 所以其实将来 如果不要A1的话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A2就可以了 好 程式大公告 这个部分 程式虽然不多 总共五行 可是每一行都很重要 OK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 不像录制聚集要录这么多 所以如果你懂得 会自己撰写程式的话 你最后可能还是选择 用这个方法来做 只是它有一定的难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